小伙伴们你们好呀 大家都说今年好听的歌曲好像真的不多呀 不过到了年尾了 总算是发力了 11月份最古的歌曲都很好听 而且这数量还不少呢 今天我们就从中选出几首能代表这个月几首歌来听听吧 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歌曲吧 要花多一口万语无法再次收回 从没有让你感觉到快乐 原谅我心中疯狂的执着 不要回头看我不要怜恋不舍 你这是啥你不会和声都不和我啊 对了一一杯几尿 见其江湖恩怨 拂袖照明月 新风也落花雪 真道千难免 不为山河过客 却从长坦上离别 冰入霜一杯浓烈 往后求在于我不求爱 小三金团队的唱跳歌曲和余山沉的古风歌曲 这可谓是都唱到了自己最上产的领域了 那后面我们当然要听一听戴雨彤和小花季的情歌了 情歌领域里这两个歌手你们觉得谁更强一些呢 风吹沙 蝶莲花 千古佳花 似水中也 请你这金钟花 旧礼拔 木琵琶 功敲月下 谁在弹场 思念远方牵挂 我在脚步几处的城市之中 依然一个人生活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 使用那种特别干压的喉咙 唱着淡淡的哀愁 这个月最后的歌曲翻唱怎么全都是实力派呀 虽然实力派不代表颜值不高 颜值派不代表实力不行 但后面这两位明显是颜值比例占的更多一些呢 来看看吧 突来的消息 那个人是你 这么多年你遥无应许 时间的香瓶 擦到了记忆 但我迟迟都没有忘记你 东北斯来自 台上我的黑色捷达来到了酒吧 下车大的方方给只门头拔两口地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